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石巾霞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 真的 建议大家 我们都离政治 我这个政治加引号 离不正常的政治远一点 努力的离正常的生活近一点 我们要这样做的话 无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无论你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 你就已经在身体力行的 对抗专制和独裁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我们从小在这种环境里 这种体制下 无论是家庭的那种环境 还是学校的那种环境 还是我们走上社会 参加了工作的那种环境 都是特别摧残人的 毁人的 害人的 伤人的 可以说 我们从小到大 一个中国人 用陈丹青那话说 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 都长着一张 被欺负惯了的脸 然后 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呢 都是 就是你比如说 不能与人眼神交流啊 是吧 见到陌生人 没有笑容啊 然后有这种很强的 警惕心 防范意识 攻击性啊 这 这是一种 现代中国人呢 因为 已经是过去几代人的塑造了 你想 我们就从49年开始算 到现在73年了 是不是 那你想想 这73年 多少代人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三年就是一代人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用十年算一代的话 那就是 73年就是七代人 这不止还 那你想一想 这一代一代的人 这个过来 过下来呢 真的是 这个一个 一个民族的 他的人种 真的都会发生变化 人性 本来人性就不可靠 在这种啊 专制独裁的 这个大大小小的 专制独裁环境里 养成的人 那人性就更可怕 是吧 我们 我前面讲过很多这样的节目 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呢 都是很多中国人都恨人 有笑人无 是吧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 就是到了网上 然后一旦匿名了之后 然后他就可以 各种屋檐会语 是吧 人身攻击 肆无忌惮 是吧 为什么那么多的 这个人 就是他对陌生人 没有善意 是吧 无论是这个 海内还是海外 往上还是往下 这些 我们每个人 都是受害者 但是我们每个人 也不 也不是无辜的 我们 要想排毒 我们首先我们自己 要终生排毒 真的是 那种恐惧啊 是吧 那种羞辱啊 那种恐惧和羞辱 给我们的心灵 给我们的日常的言行 思想行为 所造成的伤害 所产生的 深刻的影响力 我们要把这狼奶吐掉 那真的是你需要 一个很漫长 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你要不断的要反省 要站住停下来 看看自己 要停下来 拿一面心灵的镜子 照照自己 我们的粗鄙 是吧 还我们的这种狭隘 是吧 我们的那种彼此的仇恨 我们的那种 那种 内心深处的那种恐惧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一直到现在 就是当我 就是心情不好 或者是身体不好 或者是生活中 遇到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做 两种梦 一种梦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梦见 这个上厕所 而且是要上那种 学校的那种 汉侧 然后呢 进去之后 找不到可以下脚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毛坑 边边边边沿沿周围 是没有屎的 哎呀 到处都是屎流成河 肮脏啊 然后这个 这个哎呀 然后 在这样的梦中醒过来 我相信 我相信年龄大概在30岁以上的人吧 应该都有过这样的切肤的这种痛感 就是中国的这种学校的茅房 是吧 他没有对人的隐私的那种呵护 没有对孩子的那种尊重 我们从小 特别像我们这个四五十岁的人 那真的是 那那个 特别是这个汉侧啊 家里的还好说 是吧 因为家里 什么家都得会打理一些 是吧 都会打理的 我们家的这个厕所 毛房就一直都是很干净的 那么 但是也不排除 有的人是会农村里 有的人家的是厕所 那个毛房是很脏的啊 但是 给我造成那种巨大的伤害的 就是学校的 真的 学校的 真的 终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啊 就是只要生活中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样的梦 还有一个梦就是什么 就是食堂 就是我 我昨天就晚上就又做梦 又梦到食堂了啊 就是 这个 就梦到食堂啊 说在食堂里边啊 就是 到食堂里边去 打不到饭 哎呀 人人挨人 人挤人 然后呢 然后 或者你打到饭了之后呢 你找不到地方坐 哎呀 到处 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 没有一个干净的位置 乌乌乌 样样 油子麻花的 是吧 然后呢 就是 要不然就是 走着走着 然后同伴找不到了 要不然就是说 你在那打饭 然后大师傅呢 给你脸子 大师傅呢 在那说呀 干什么呢 或者是你想打什么 大师傅就不给你 我们 我们都 都有过那种 被食堂的大师傅折磨的 是吧 哎 这个 可能你也遇到过啊 就是 好的这个阿姨 是吧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就想 会在勺子上 是吧 给你哈 多一点 少一点 什么 你想 你想让他多给你点 他绝对会给你 颠下点 去少给你 甚至有的时候 会故意的啊 然后还有在食堂里边说我们排队的插队的加三的是吧 整个食堂里闹到轰轰的食堂里的味道 哎呀 学校的食堂是吧 也是一种人的噩梦啊是吧 就是本来应该是给人呢 给孩子以温暖 香甜 给孩子以这个呵护 尊严的两个地方 食堂应该给温暖 香甜 是吧 这个茅房应该给呵护和尊严 可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确实给一个孩子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的地方 你想我们我们这个要排毒 你想想我们要排毒是吧 你说我们得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些毒素排掉啊 是吧 我们所承受的那些那些苦难 是吧 我们所遭受的那些羞辱 是吧 我们我们所所在这种环境中啊 成长起来的啊 然后那些东西 你说我们得需要用用用一生去治愈 真的是用一生去治愈 而且可能我们这一代呀都治愈不了 可能我们这一代都治愈不了 就我们有句话叫三代出贵族嘛 是吧 可能要我们的下一代 然后呢 再要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才能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这些骨子里边的那些自卑 那些痛苦 那些恐惧 那些哀伤 那些怨恨 那些苦毒 那些凉薄 是吧 那些懦弱 所有那些不堪的东西 要一代一代的去把它清除掉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大家就要意识到啊 真正的专制独裁对我们人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对我们人最大的伤害就是什么 他毁掉了我们的正常的生活 他毁掉了我们对生活的那种爱的能力 他毁掉了我们爱我们自己 毁掉了我们爱别人 毁掉了我们健康的阳光的快乐的幸福的生活 这是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用这种变态的政治来摧毁人 摧毁人的正常的生活就摧毁了人了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去反抗他 去对抗他 你就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要活得像个人 不是说是个人啊 我就说首先我们得要努力的去像个人 你要知道人应该怎么生活 人应该怎么说话 人应该怎么看人 人应该怎么对待人 人应该居住在什么样的环境 人应该讲究卫生 人应该讲究文明 人应该有礼貌 人应该彼此相爱 人应该不说乌言会语 人应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人应该享受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 人应该关注 关注什么 关注大自然 感受日常的日生日落 体验 这种每一天生活里面的那些小确幸 小的确定的幸福的东西 我们要真的就是你要想反抗他 对抗他 不是你变成和他一样的 我们看到很多 真的很难过啊 就是我们在网上啊 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中国人 无论他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真的他已经完全的变成了他所憎恨的 他所反对的那个东西的一部分 他跟他一样一样的 你那样的话 你折腾的越凶 你骂的越狠 你咒诅的越强烈 你被捆绑的越深 你被毒害的越深 你就没有解脱之日了 哎 一讲这些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 但是 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 我就想说一说 每隔一段时间就想说一说啊 比如说我们的狭隘 非我足类其心必义 只要跟我意见不一致 那么他就是个坏蛋是吧 而且那些人他们一般不会用坏蛋这样的词 他们会用坏逼粉蛆 知等等这一类的词 而且用的时候还洋洋得意 真的是很心痛啊 真的很心痛啊 同胞们呢 弟兄姊妹们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吧 我们要努力的让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无论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 无论是你在你的家庭中 是和你的朋友们同事们 还是在面对陌生人 甚至你所这个 你所憎恶的人 是吧 你也没有必要呢 用血淋淋的 是吧 用肮脏的这个字眼和词汇 用一种啊 恨不得 就是 把他烹油锅下地狱的那种 那种咬牙切齿的心态 你可以有很多中性的词语 有很多就是这个 文明的方式 是吧 那就是你去表达 是吧 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表达 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最能够表现的就是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特质 那么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连起来 就是一个民族呀 那有的人说 我痛恨 我痛恨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 我 我 咒诅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化 但是 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 你还在用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化 那么 当你自己使用那些 就是非常非常 不文明的词语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那个破坏中国的文化 你就是那个败坏中国人的形象 你就是那个在你身上体现了一个你所憎恶的 你所诋毁的 你所咒骂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吗 也就是说 你自己不正是你所歇斯底里的去仇恨 去憎恶的那个对象吗 那有人说 对呀 我就是这样 所以 我就是这样 我就骂 那你有一句很常见的话 就叫 我是流氓 我怕谁 这并不是表示你就很高贵了 并不是表示你就有这个权柄了 并不是表示你这样做 就是合理合情 合乎一个人的道德规范了 只不过呢 你是在给自己寻找一个 可以让你自己放纵 可以让你自己尽情的放纵 尽情的堕落 而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个幌子罢了 既然你知道流氓是坏的 既然你知道眼丑行恶是坏的 为什么你不向善呢 你是害怕去面对真正真实的自己吗 你是害怕发现自己原来没有向善 没有爱的能力吗 不要说你没有这样被对待过 你就做不出来 一个人呢 他的童年是吧 他未曾独立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没有办法负责 但是当他成年了之后 他就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不要再怨恨了 不要再咒诅了 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我们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 向善 向美 向爱 多一些敬畏 我把圣经里的话 我非常喜欢的话 就是乌言慧语 一句不可出口 生气 却不会寒怒到日落 绝对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